每年的10月份过后,很多花有养护的卸索兰,慢慢的冒出花苞了 从冒出花苞开始计算,直至开花,至少需要两个月时间 应对这么漫长的育累过程呢 植物很有可能会在养护的过程中出现掉苞、削苞等等现象 所以说我们在养护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这几个细节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控制好光照 控制光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清楚 控制光照就是卸索兰属于短日照植物 每天有三到六个小时光照就行了 过多的时间呢,会一直促进植物的生长 从而它的花苞因为接受不到充足的养分 从而也会掉垒和消苞等等现象 完成光照的需求以后,同时还要进行遮光处理 遮光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用塑料袋把植株给套起来 让光照照不到,同时家里面有一些比较大的花盆的时候 也可以用花盆把植株整体的覆盖住 这个遮光的过程呢,一般要进行一个礼拜到半个月就行了 其次呢,就是不要在植物遇雷的关键时期给它进行换盆 因为在换盆的时候难免会对植物的根系造成损伤 植物出现损伤之后,它由于传输不到足够的养分给到花苞生长 也会在育累的关键时间段出现掉落,最后就是水肥方面 谢佐兰从每年的十月份左右就会长出花苞 我们可以在每年的八月底到九月份这个时间段 给它使用花多多一号肥来补充营养 直至它的花苞长出来之后,再把它改为使用磷酸二金甲来进行催化 这种磷酸二金甲它里面的氮、磷、甲元素都比较均衡 既不会对植物造成,伤根和伤苗 同时也能够巩固植株的花苞掉落 平时呢,什么时候想给它浇水了,就什么时候给它使用 让它有充足的磷甲肥吸收 它的花苞会越长越大 而且有一些还没有长出花苞的枝条呢 也能够刺激到它的花苞快速的长出来 磷酸二金甲,针对一些不开花以及开花困难 开花有障碍的植株通通都能够得到解决 除了家里面的蟹酒兰 像在冬季开花的长寿花、兰花等等都可以给它使用 只要注意好以上这几个细节呢 保证你家里面养护的蟹酒兰在元旦前后基本都能够开花 全面养护的蟹酒兰在元旦前后 前后最大细节 也能够支撑